所以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后中共化的世界将走向何方? 简单的说 今天一开始七哥就不搞前奏了 直接就开始啊 后中共化的时代 这个世界一定不会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时代 也更不可能存在共产主义 俄罗斯将被解体 中共国将不再不复存在 共产主义在全球将被列为恐怖主义 东西方的文明将彻底的改变 从东西方的文明将变成地球的全面的 也就是海洋文明和陆地文明和东西方文明 坚持几千年的 包括耕地族和所谓的这个战斗族马上族 彻底改变为人类上数字化时代 区块链时代 AI的时代 人类开始探讨太空 银河系太空 真正的全球一体化 将从这个时候开始 宗教将和AI 生物科技将成为一个精神和物理的研究的一个大结合 也就是人类开始探索生命的真正的起源 包括人类将很快的探索到地球的像人类3D扫描一样知道地球发生了什么 曾经发生了什么 而且都是非常快速的有结果 人们将真正的知道 为什么在中东的沙漠下面有这么多石油和天然气 为什么在印度尼西亚这么多的涅矿 还有七哥出生的地方 东北吉林省 潘石县 红旗岭镇 赵家沟那个地方 红旗岭镇 有这么多涅矿 为什么俄罗斯有这么多气 丹麦挪威有这么多气 而非洲如此之贫瘠 却长出这么多好的大自然 因为地球中还有个球 还有个球 真的不是西斯球 这是球的年代 一个涅球 一个铁球 还有一个什么 跟上天之间的平衡之球 上帝上天万福万神在人类上还有球 不但如此探索地球的过去 我们更加知道地球和月球和银河系 和宇宙的关系 然后我们人类就更加知道 为什么有DNA 我们要知道DNA是怎么回事 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现在人类叫做MRNA 为什么RNA又加一M 还有一个人类寿命将有大幅的提升 人的寿命将提升 就未来真的是大家只要但凡有一点物质基础 有一点常识 人类可以活到300岁 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现在世界的基因 肝细胞 生物科技 把很多过去的常年人类积累的病 都会像吃青蚝素 青蚝胡植 大家发现的奇迹一样 瞬间即美